好 今天台股呢一度是失守了前低16202点 不过指数呢是沙滴又翻红了 现在呢是在酝酿一个大破大力的格局吗 16000关卡的保卫战能不能够先求稳再求好啊 我觉得宇山哥的问题真的是问出了投资人的心声 一般大家就会想说第一个我们先从昨天啊 昨天他整个的成交量就是2100多亿嘛 然后大家就开始说是不是凹动量啊等等的 然后今天当然遇到了美股的下沙 然后这个今天到目前为止是留一个那个十字线 所以简单讲十字线一般的格局 就是我们先他是没有方向性的 就是以K线理论来讲 他并不是说这个地方就是一定会反转或等等的 但是OK这个重点要看什么 就看明天大概是明天最晚就是后天的盘啊 因为如果明天是能收一根藏红的话 那当然就是所谓的那个这叫诚心的形态嘛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好事 那会不会说今天真的就是一个破底班的格局 这个就不排除了 但是如果明天又是在一根黑K的话 那其实就再往下探的几率也会提高 但是OK客观来讲啊 因为其实从上礼拜开始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讲说那个我们可以做一些多空策略的避险嘛 因为事实上上礼拜我们在提出那个叫什么防拉回三招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一些投资人啊就私底下会赖我 就觉得说我们不应该去在这种关头去讲说要去放空啊 但是实际上是这样 我觉得操作上面本来就是要维持弹性啊 这是我觉得会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到了今天这种状况 那上礼拜我们的那个放空的部位啊 其实就可以做一个事实的调节 那因为这个地方主要是这样 因为我们以过往的经验来看的话 那通常啊 一个那个行情杀下来 刚刚开始杀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氛围 就是温水煮青蛙嘛 差一点差一点 跌一天大跌就隔天又小涨嘛 大家就想说啊没关系看起来好像还好 等到跌到你 不然就惊觉回来的时候 可能就十几二十八三十八就没了 像这种状况就是尽量避免 因为通常整个行情会杀到就是什么 散户受不了 真的就是停损卖压出来的时候 那结果呢 结果就是见到低点 常常会是这样的格局 所以有时候当然大家选股 如果你选的股票还是说 基本面相对是不错的啊 类似这种的个股的话 有时候你卖掉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惜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心态 我都还是会觉得说 哇这好股票 我这样哇那个卖掉 卖掉那个等一下涨回来 怎么办呢 大家常会有这种心态 所以我们才会提出来说 其实你可以做一些空头的避险 OK这个是操作策略的部分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回头来看 那个再来贵买指数 当然之前我们说 其实上面是一个均线纠结区 那跌下来之后 其实也都一直没有 一直都没有站回去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说到底强不强 其实坦白说目前的盘市 你说马上转强 我觉得几率也不高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昨天晚上的美股 美元指数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有一个下跌的趋势 那这个时间点也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下礼拜四11月2号就是联总会的利益决策会议 那到底11月是深还不深 很快就有答案了 下礼拜就有答案了 那就目前市场上的氛围来看 看起来好像不深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再搭配昨天美元指数的下跌 那是不是代表 那资金是不是有可能回流到台股 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察点 那当然相对应的就是台币今天的走势 今天台币算是一个跳空的下跌 下跌当然就上涨了 我们讲K线的角度的话 那这个地方 如果能维持一个升值的趋势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外资是有机会回温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察点 也就是未来几天 我们的一个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格局 因为今天我们在讨论到的事情是说什么 就是11月 我觉得应该说进到10月底的这一段时间 其实基本上我会认为 那个投资风格大概快要确立了 就是到底是做多做空 到底是要看什么股票 大概是确定了 大概快要确定了 所以基本上我会提出来几个 几个思维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 假设就是我们讲的 真的那个美国领总会 真的确定就不升息了 那11月不升 那可能接下来放出来讯息 会不会12月也不升 那如果这11月都不升的话 那其实坦白说 那现在就可能是利率相对高涨的位置 那对应的就是所谓的那个 那个美债是不是就会止跌了 这个地方我觉得从美债ATF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角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行情 所谓白花齐放的几率就比较高 那当然以外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真的要回流 那当然就是以AI的供应链 这个为主 但是当然AI的供应链 当然近期有看到那个 所谓的那个外资的报告 他做一个很长的报告 那这个报告其实写的还不错 改天我们再有机会再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以外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一个行情 我们讲AI的这个产业变化来讲 早期的阶段 大概可以注意的是半导体跟硬体的部分 然后进入到中期 就会进入到所谓软体跟互联网的应用 然后进入到后期 就会到服务类的 那其实可以很明显的 大家回忆一下就知道 今年整个的主轴就是所谓AI的硬体的部分 那AI的硬体 这今年算是涨了一大波 那到目前为止 那他们的走势你说有转强吗 其实坦白说是有限 客观讲就是真的有限 这也是我们一直提醒大家的 那接下来如果说硬体的部分 当然我觉得半导体 当然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甚至我们就直接讲说 现在台积电也许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这个地方当然上礼拜我们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台积电法说会的部分 三奈米已经有占到6%的营收了 接下来我们预期明年 第四季到明年 三奈米的营收可能都有机会持续的扩增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点 然后再来 另外的角度 就这个外资报告来讲 他也是说美国的科技业的lay off 就是之前的这个潮基本上现在看起来是进入到尾声了 所以原则上来讲 如果那个美国的科技股 是可以有所表现的话 因为昨天的纳斯达克也是这样 其他科技巨头 基本上表现比较好撑盘 所以纳斯达克的表现是优于其他的指数 那如果是这种角度来思考的话 那如果美国科技业看起来 真的假的 人员的调度开始进入到尾声 那是不是也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未来新的科技的这一块 其实都还是有机会的 其实我个人对这一个 倒是比较偏一个正面的看待 因为上礼拜 我也包含 我跟一些业界的朋友 像他就是可能也是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四大巨头其中之一 一家公司 但是我们不点名 然后他们跟我聊到一件事情 然后说 那个现代AI的应用 因为包含像微软 有什么Copilot 对不对 那这部分我们也有同事去买 他觉得还不错 然后包含一些那个 ChartGPT的运用 他上礼拜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就说 其实在那个智慧客服的这一块 其实他目前 目前其实是有些应用 他说有一个国际品牌 做游戏的 他说想要来合作 就是做那个什么 那个智慧服务 智慧客服的这一块 他说你猜多少钱 我这一猜 我说可能三五百一千吧 他说没有 十五万 我吓一跳 十五万 不是美金 所以这个价格代表 一件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涵 那以前 我们现在在想 就是说以前你说包含电脑 早期都是军方使用 真空管的年代 到手机 后面那个什么 黑金刚等等的 那个时候手机都很贵 电话费都很贵 那真的进入到普及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真的让大众可以使用 让大众可以使用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所以如果我们讲 这些AI的客服 的应用的部分 服务的部分 真的开始可以进入到一个评价的状态 那其实这个就是大浪 真的就是一个大浪来袭 所以你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接续的一些科技股的表现 我个人会觉得 这个几率倒是高的 我其实个人我是乐观看待 那当然也有些人会提到说 那接下来是不是进入到那个降息的循环 那等等的 这个部分当然说来话长 今天我们就不一次讲完 后面有机会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当然我们回到整个大盘的格局 那今天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像昨天晚上我在看个股的时候 我觉得像什么 6274 这个台药的部分 CCL三雄 其实它在前天算是一个破底 跌破颈线的位置 颈线基本上我们可以抓到113附近 那前天是跌到106 然后当天收盘 就收在111 就隔天 马上又一根藏红 就今天就持续又站回到无日线之上 这个地方很明显 好像是破底 然后又翻上来 那CCL当然大家就联想 那是不是那个 在那个叫什么 伺服器AI的运用 这一部分 那当然其中包含像什么 6213的连帽 其实也是有一点 前几天就是回测到半年线的一个格局 就半年线也守稳 那当然其中还有包含像什么 像6669的违影 上礼拜其实也是回测到半年线附近 整理了三天 就今天又继续大涨 今天大涨又怎么样 又站回到了那个季线之上 可以说这个部分看起来 好像都是有一点起始回升的迹象 应该也不能说起始回升 因为这一波半年线 其实之前也是测到半年线 就一波大反弹 然后这一波测到半年线 是不是又止跌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你说真的这个行情有结束吗 我觉得可能也不至于 但是OK 回到就是说操作的部分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所谓的那个 要防拉回的一种操作的 避险的操作等等的状况 OK 那今天还有一些可以值得注意的 譬如说像我们上周在讲 那个多空策略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注意的就是说 4908的潜顶 那相对应的就是3363的上权 今天潜顶涨了7%到目前为止 上权涨了3.69% 上礼拜我们也是比较清楚跟大家讲 其实潜顶是维持强势的格局 守住短期均线 其实可以一路续报 那上权在同租群里面 它的基本面的表现 是相对比较差的 所以可以放通上权来做避险 那你看以涨幅来看的话 即便上权涨3%多 但是潜顶涨7%嘛 所以你说 这有时候就是策略上的运用 那当然再回过头来 其他的部分 像那个包含那个台积电 台积电近期也是 虽然是回车到季线附近 今天是跌破季线 但是这个位阶 后面几天如果有机会 站回到季线的话 当然我觉得540 可能是一个短线的观察的价位 如果540能守住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时间点 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状况 OK那这部分先从策略 从一些大型的股票指标股票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给大家看考 好 看到美中禁令在互打 但是板卡不受冲击 这个会是一日行情 还是可以中长线布局 像是这个三晃 立台 清云 汉讯等等 这种二线的板卡厂 短线上还能持续上工吗 这个部分坦白说 像立台今天又是一架锁死 这个你 昨天其实 他涨停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大概20分钟左右 就已经锁住了 所以昨天早盘 你们真的没注意到的 可能真的要参与的几率 就没有这么高 这是一个实在化 但是你说 他们的基本面有很好吗 客观讲我觉得其实是有限 坦白说其实是有限 那当中当然 你说像那个 我们举个例子 像5386的清云好了 清云昨天也是涨停 但是我们昨天涨停的时候 我们就说 接下来会面对到整个整理区 大概将近两个月的整理区 然后今天上来挑战到季线之后 看起来似乎 也是有点上工无力的状况 所以你说 真的要这时候去追吗 我觉得算了 就是有时候真的 不是每一个股票都要 做好做满吗 真的错过的话 那我们就目送他离开 我觉得概念是这样 但是你从中间也可以注意到 像6150的汉讯 昨天一样是涨停 但今天是跳空开高之后 稍微有点回撤 但是回撤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注意一下 大概92块的位置 如果能守住的话 其实算是 我觉得算是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那当然这样的角度 你就是回头再去往下去设 那个平顺点嘛 因为昨天的长宏K 基本上也可以视为一个保护 但是客观来讲 因为92块 到昨天的长宏K的低点 81块的话 其实中间差了11块 大家就要想 这超过10% 你是不是要去参与 这个地方我觉得 可以去注意一下 当然其中 讲到板卡 我们还是必须要提一下 像技嘉的部分 其实技嘉当然 这一段也是算是破底 那大家要不要在这时候去买呢 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可以注意 252块的位置 那如果这个位阶能够站回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有机会 再去做一个承接 因为这个是一个景线的位置 那你在这里还没站上的时候 其实也不用过度乐观 想说现在这个忽然又很好了 我觉得倒是不要这样 因为技术年来讲 破底完没有站回到景线 其实这就不是一个买进的时机点 甚至你说反弹真的到252的位置 如果真的站不上 因为上面还有一个半年线 大家要注意 如果反弹到这个半年线 或者是景线的位置 还是站不上的话 其实反而是一个逃命波 甚至可以说 是不是开一个人道走廊 先让你落跑一下 这个地方我觉得要注意 因为反观整个AI族群 其实也是有点类似的格局 像这个3231的伪创 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大概在抓98块多的位置 这个98块多的位置 那包含现在半年线是96块6左右 那这几个位置都不能顺利站上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硬体的族群 特别他们是代工的族群 因为代工的族群 是毛利率又相对比较低的部分 像这种状况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警戒心 那这样子操作起来会比较安心 那当然今天大家可能也会提到一些的个股 譬如说我觉得像 我们举个其他的 我觉得可以考虑的个股好了 像3078的乔薇 因为乔薇这一波 其实他在 9月营收的表现其实还不错 然后这一波上来之后 其实也是维持一个强势整理的格局 而且这个整理的区间基本上已经将近了快三个月了 结果这一波上来之后 回测前几天上礼拜回测到季线之后 看起来又是守住的格局 因为这种盘我不建议说用什么突破买进的策略 因为毕竟盘式的多头的氛围并没有这么重 但是你说拉回在有支撑的状况底下是不是可以买 我觉得倒是可以 因为它有一定的基本面的支撑 然后在技术面上也是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这个部分我觉得倒是可以注意 但是当然讲到这个充电桩的族群 很多人可能就会想问 2457的飞虹 是不是可以买 这个地方当然会有个问题 因为飞虹其实 那时候我们在讲说 我觉得没有特别看好的 时间点大概在5到6月的时候 那时候创了一个高点之后 其实基本上就一路跌 跌到目前为止 那这一波到这里 今天看起来好像也涨4%多 是不是蛮强的 但是我们就要注意 前面我们帮大家抓一个位阶 大概是在58块4附近的位置 58块4这里如果没有站上的话 它是不是能够开始做一个止跌回文的动作 其实我个人是打个问号 那这其中还有一些个股 包含近期好像开始法人投信 也有一点开始介入的一个感觉的 个股像什么生技的族群 像生技的族群 这个策略是什么 我们大概是以这样的思考 就是刚刚从整个大格局 投资风格 到底外资要不要回流 如果外资回流的话 我们往科技股 这个思考我觉得没有问题 如果外资不回流的话 我们就要注意 投信或内资青睐的个股 那其中内资的个股 当然我觉得生技就是其中一块 因为股本相对比较小 在没有外资的资金 推波助燃的情况底下 可能回房在生技的部分 的几率就相对高 其中当然老大像6472的保瑞 近几天看起来好像陆陆续续 好像有人开始进攻了 有人开始应该说比较进攻 应该就是低档布局 那像这种格局的话 其实我们会建议 像保瑞他的支撑架 大概548附近的位置 那如果这个位阶 目前是到577了 那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再回撤 能够守住前面那只脚 548的状况的话 那是不是开始就有机会 可以做一些布局的动作 我觉得这部分倒是可以 往这种角度思考 那甚至包含1795的美食 其实也是 今天美食也是维持一个强势上涨 涨了6.28% 目前这个位阶是刚好测到际线 但是以这种状况来讲 这个际线的位置 其实又跟之前整理区 越线的位置 又跟之前的整理区 是有一点重叠 那我觉得像他的格局的话 回撤再打第二只脚的几率也是有的 所以像这种个股 那其实我觉得也很快 后面如果真的有回撤的机会 能守住前低 其实也可以开始找一些 那个切入的机会 我觉得目前 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所谓的那个 几套剧本 这两套剧本 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那当然我们补充一下 回房内支的部分 当然还有什么 稳健型的投资人 我觉得还可以注意 像那个投信的个股 因为像00929的 这个成分股的话 这个题材 其实我们是从10月初 就开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但是00929 它里面你说包含 一些像那个什么 封测等等的族群 近期也都是维持强势 那其中你说 我们真的要挑出来的话 比如说高值利益的部分 我觉得像6176的瑞宜 因为在那个面板 背光模组的部分 如果消费型的景气有就回温的话 我觉得瑞宜大概也不会被拉掉 而且它目前的殖利率大概还有7.8%左右 那甚至包含2385的群光 目前殖利率大概5.98% 甚至像2404的汉糖 它的殖利率还有6.33% 这还是蛮高值利率的 特别是汉糖 它的9月营收的年增率 还有来到86.61% 所以像这些个股 我觉得回房投信的个股 它们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给大家做个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